刚刚我们在这边执行的时候 开发人能聚集 然后户数收集 执行 我们在这边完全看不出来哪里是有错误 但是 因为它在执行程式没有错误 但是不代表是正确的 例如说我要收集新北市的资料 来看一下 应该是什么 应该是这个 15000 16000 18000 还有19000 可是重点应该是落在 假设我今天是不是新北市往右边移两格 对不对 新北市往右边移两格 接下来因为我用相对位置 我是不是应该要选到什么 它的A1 这边是A B C D E F G Y 可以哦 因为相对位置嘛 我只要记住这边就是新北市是不是往右边移两格 然后这个就是A1我要选取起来 接下来G1我要选取起来 还有呢 G H I J K L M M1我也要 记得住吗 A1 G1 M1还有什么 M N O P Q R S1 M N O P Q R S1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哦 开发人员聚集 然后户数收集 通常我们因为这边发现他 资料不正确的话 我们会用逐步执行来去看一下 我们来看看到底问题发生在什么地方 就是当我今天在这个地方list 有标在这里吗 刚刚那个民国100年我们先回到A1 先学回到A1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list在这个地方 然后我们来去逐步执行看看 看看我们程式到底错在什么地方 F8 好 然后接下来I等于12 然后切换到list这张工作表 没问题 这都是OK的 然后接下来F8 建立超连结 然后连结到指定的工作表 接下来他是不是要搜寻搜寻新北市 找到新北市 所以这里没有问题 F8 然后接下来他是不是执行这一行 上面这一行 我们来看一下 他执行上一行 有看到A1 G1 M1 是不是少了一个S1 他把这几个选举起来就好了 那为什么又要再去做什么这个范围 往014 是不是往右移动 14个 之前我们是不是在做选择 我是不是Ctrl键按住 然后要去滑鼠点到别格 然后要去滑鼠点到别格 所以还有我有没有可能会动到那个水平卷轴 有 可是事实上这些都是不需要的 所以呢 在这几行啊 其实都不需要 应该要的是这个A1 G1 M1 还有S1 所以这边 改一下 S1 其他这四个 分别注解掉 一撇 就是要这一行 这一列 可是 坦白说就是要这一个就对了 其他通通都不用 好 我就关掉了 我们现在去执行一下 就是 这个民国100年 我们先回到A1 这一个 好 然后接下来呢 List这边 Total看一看 Total这里面是不是都错误的值吗 我们把它全部都先删掉 List 然后接下来 开发人员聚集 然后户数收集 执行 做完了 这数值是不是对了 15000 16000 18000 19000 我们再随便找一个好不好 就是看一下民国100年的最后一个澎湖好了 你看他现在抓的是不是40 是不是我要的 42 49 就是 11万 这样不太好看哦 因为那个标题列啊 标题列 但是你这样去看 你看他抓的是不是我要的这个值 i 这个值 o 这个值 u 是不是这个值 我们来去看一下哦 所以他这边 联江线是不是抓 40 42 49 51 来看一下 Total这边 连江线 40 42 49 51 只要一个抓正确 后面全部都抓的都是正确的 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要稍微修改一下我们抓的资料 这样子的话是不是就完成了一个年的一个截取资料的方法 好 请你们现在稍微再一次的修改一下我们的程式嘛 抓到正确的资料